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之前我打通电话的时候 解梦就是关于房子的要经者 然后那时候师傅您开始说 我的房子这边可能是一个 一对仙或者是一个老房东 然后我们就按师傅说的念经 然后改正自己 然后那天晚上我又梦到 梦到然后我问他 我说你还差多少张 他跟我说他还差 他说他也不知道 大概是十五张 然后刚好那个数字 是跟我还没有送完的小房子 张数是一样的 然后接着他又说 他说现在这个世界 人是很难修成的 然后他说 但是你们心灵法门不同 你们是可以的 你看了吧 你看见了吗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吧 对 然后师傅 我们还想请问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平常修行过程中 有很多杂念 然后每当这些杂念 或者不好的意念升起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 就是你从心里去化解它们 第一嘛 要多看师傅的白化佛法 第二呢 要懂得 世事无常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虚幻的 这是个过程 经常这么想 我年轻的时候 那些过不了的观 现在不就都想通了吗 你现在 想不通的事情 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也会想通了 你就经常想到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会转换的 会变化的 所以你就不会这么难过了 你就不会想不通了 对不对啊 嗯 就是这个概念 师傅 您在白化佛法里说 说我们的 要求菩萨的时候 要求菩萨加持我们的真性 然后 可不可以有的时候 在咱们突然出来不好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在心里 就是跟自己说 我们自己的真性 是处于六道之外的 所以这些杂念 本不属于我们自己 然后就不去理会那些杂念 嗯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只是讲的时候 要境界讲得更高一点 更好 嗯 菩萨我现在 正在学着开悟 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有些时候 有些事情并不如理如法 跟我们的本性良性差得很远 显观心菩萨 能够慈悲我们的智慧 让我们拥有菠萨 来辨别这个世界上善和恶 真与美 对不对啊 嗯 好 谢谢师傅 然后师傅 嗯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梦 就是我跟我一起住的室友 他也是同修 然后他前段时间也是梦到房子的药精者 但是他梦到是白色的观世音菩萨 然后带着三个人 然后一个是老头 一个是一个女的 还有的是小孩 然后站在我们的窗户外面 然后他当时心中身体里的意义 是让他念二十一张小帮子 这个是让他要念对吗 对啊 肯定要念 嗯 哦 想想 那我今天没有问题了 感恩师傅 好 谢谢啊 嗯 你咋得休息 哦 乖孩子 嗯 感恩师傅 师傅再见 嗯 喂 你好 我是师傅吗 是 嗯 哎 弟子 老师姐给您请安了 谢谢 师傅啊 嗯 啊 再一提的问答 师兄 呃 为我的问题 呃 问了我的孩子 投从到哪里去了 你根据梦境 说是已经投人了 然后呢 你说一个星期以后 要孩子来看我 嗯 啊 我真的梦到了 一个小孩子 很小 大概几岁 再给我请 那我能跑 我俩长毛虎 他穿在柱子上 还苦了 啊 那叫一岁左右 还不到 嗯 那个 师傅啊 今天啊 不是看土腾 我呢 我讲给你听啊 我很激动 能打扰你的电话 师傅 我讲给你听啊 就是我在 我一共念了 三千多张的房子 在我念不到 一千张的时候 呃 在第二次开法会 回来的火车上 我梦见了一个小孩子 是在别人的怀里抱着的 两行眼泪 我叫刘 我问你 我说你叫啥名字 他就抱了一个名字 叫刘野 而我仔细的女儿叫刘冲 嗯 然后我 我说你怎么野嘛 他说我不野 然后我就拼了他的脸蛋了 之后呢 我就把这个孩子 当作是我做胎的孩子 我就超度了 同学里有所可能是 全是你的孩子 所以我也超度了 那如果说 我梦到小孩子 是我的女儿 投赏人了 我后来又念了 两千多张小房子 是对他是不是有伤害呀 不会有伤害 只有帮助 那我一直提求 让他送到更好的天地呀 那他在人家 我就提求他生钱呢 不可以的 因为他投胎了 你给他的小房子 他会在人家活得很好 他会投胎的 这个家里会对他非常好 而且他会给他们家里带来财运 这就是你念小房子的结果了 那我后来又梦到他 很多次在流泪 那就是说 他看到你的灵性 本性啊 因为他知道 他已经不能跟你在了 因为他小孩子 比方说做梦 他魂魄出来 他就可以跟你相会 他看见你自己过去的妈妈 他现在知道 再也回不到你的身边 他就会流泪 听得懂不了 那有时我还梦见他 在上学 我答应他上学 十几岁 那就是 不是这个梦了 那就是另外的梦了 那我们怎样区分 是做他的孩子 和已超度的亡人 投人了 首先你看见他 你认识不认识很重要 你在梦中如果认识他的 那么就是可能是你自己的孩子 如果你梦中不认识他 那可能是超度的亡人 明白了吗 那个我以前是成年人啊 28岁 那那个孩子在别人的怀里 暴力 我问他你叫杂明 那我怎么能认识他呀 你不认识他 这是人家家里的孩子 你怎么认识啊 你就知道了 那不是你看杜丹 事故已经告诉你了 对不对啊 是这样的 那么我是怕什么呢 既然我不知道他投人了 我后来又念了很多小房子 包括也提案了法师小房子 能不能给他带来伤害 我很纠结啊 应该不会 如果小房子是正能量 法师念的没问题的话 他照样在人间可以享受人天福报 明白吗 好了 那师傅上次你给那个同学开始 让我念四十九的 然后念一半能有孩子来看我 剩下还有二十四的小房子 我消中的时候如何祈求 你就保佑我某某某的孩子 能够平安吉祥呀 就可以了 那就是我就以前祈求错了 那个师傅啊 我今天打通电话了 那个同学你没让我问 但是他曾经问过我 我也在博物处留言了 就是这个同学 超过他他母亲 然后有一天 他就梦到一个孩子 他抱在怀里 把这个孩子放到船上 就说他问了 你妈妈呢 然后这个孩子就指向床里 这个床里藏着 这是他超过的妈妈 那么是他妈妈投人了呀 还是提示他要投人呢 还没投人 提示他要投人 哦 让他继续念小房子 嗯 啊 师傅啊 那个 我今天打通电话 我再问一个啊 我女儿在去世那一年 啊 由于家中的人都不让我去 所以在很多事情里 我都不知道 但是家里的人告诉我 在孩子火化之后了 整个这个人形 就这个腹部这一块 有一大块黑色的颜色 啊 就像太儿的头那么大 化不碎 然后殡仪馆的人员 就像这块东西拿出去了 是不是也影响他生天 所以就没有生 嗯 应该是 这个殡仪馆 那如果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能保留吗 什么 我没听懂 如果他有不化的 请问有不化 烧不化的问题 还装在主会合理吗 还是拿出去啊 什么叫不化 我听不懂啊 这烧不化呀 火灶不化呀 不化的话 你就入土为安置最好的了 嗯 这个问题吧 师傅我就会议议这个孩子 我也没有后人 当时呢 呃 我也不知道路仆院最好 我就把孩子从 第一个 一周年以后 孩子的骨灰 让我挪到这个 当地的寺庙里 这个塔里了 哦 跟鬼 但是那种情况下 师傅 你说我还用再一次路仆吗 要看这个塔好不好 这个塔呀 是归宁寺 是 嗯 要看一个 一个 一个一个老和尚 或是全国十大和尚之一 叫什么林和尚 我就听不听了 我就讲 全国这 建了好几个庙 它这个塔呀 是新盖的 你不要跟我 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 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 因为呢 凡是庙啊 应该先把他们肯定 说他们是好的 但是有些地方呢 为了赚钱 也是有的 这个方法呢 最好 最好呢 是怎么样呢 你自己呢 睡觉之前问问观世音菩萨 你说观世音菩萨 我的女儿是路土为安好 还是继续放在塔里好 如果你晚上做到个梦 你赶快告诉我 我就可以告诉你 是放在庙里 还是路土为安 好不好啊 好了师父 好了 谢谢您 不耽误您时间了 感谢师父 感谢主张 好的 再见师父 喂 你好 喂 你好 打通了 没讲话 台长就讲几句 学佛人要福慧双修 福德双修 就是有福气的人 才能闻到佛法 有道德的人 才能接触到善人 和善知识 喂 好 那么继继续讲 学师父 随缘 没办法 他这个电话 现在有点小问题 所以 师父跟大家讲 心肠慈悲 这个人就有怜悯心 心肠 狠的人 怜悯心就没有 所以 常为他人想 此位 无我相 所以 经常为别人想的人 这个人就是 无我的境界 所以 学佛人 要有境界 功德 要齐悲 功德不齐悲 你就没有境界 所以 经常做功德的人 他就有 这个 我们说 就有境界 所以 为什么 菩萨叫我们 要慈悲 就是要 积累功德 所以我们 随时随地的 要懂得 众生 接具佛性 对别人 要把他们看作 未来佛 对自己 要 严格 不要让自己犯错 喂 你好 师父好 师父挺安 师父您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 请师父 开始一下 是这样的 一位同学 他先接到 要师佛的慈悲开示 我给您读一下 要师佛开示 其乐 敬华 四威 四庙 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是由大智慧 及愿力会成 其作用非常灵验 实属不易 莫把学期 是乳之福 乳当 乳皆当珍惜 说道珍惜 望众生 莫挥霍福报 学佛消业 念经消业 做功德意消业 乳因尊师道 情修学 尊智慧 切莫迟疑 更好观世音菩萨和乳师 尊师训 闻听 慧 方大同 得佛道 寄安乐 归心 佛子 学佛 度有情 心中念念 观世音 利益广大 众生赞 光中求佛 地通天 谢谢大家 师父 以上就是 要师佛的慈悲开示 非常好 非常好 师父 请问一下 就是要是佛 他说到 其乐 敬华 四威 四庙 这句话 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四威 四庙 就是在我们人间的 这个净土 又像净土 又不像净土的 四威 妙 威妙 就是我们说 威妙 神圣 净土 好像看上去 非常非常的难 实际上一点不难 只要好好的修行 弘法 就可以了 就是说 师父 您说的这个 好像难 但其实不难 是不是指的是 我们就按照 就是最基本的教义 坚持的下去 最关键是要坚持 对吗 对呀 这个世界不坚持 什么都会缺少 坚持什么 什么事情都会有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嗯 感恩师父 然后师父 要是佛开始到 光中求佛地通天 这个该如何理解呢 光中 光就是 就是阳光的光 他说光中求佛地通天 地就是大地的地 天地人 三气相通呀 嗯 哦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开始 嗯 接下来 帮同学问几个问题 好 师父 请问就是 一位很精进的弟子 他好像也是召集人 他 他就是说 他看到他的法生会命 从四圣道 一层一层的落下来 落到了不好的地方 嗯 请问师父 这是 这就是他的退转 这就是他从四六 四圣道里边往下掉了 这很不好的 是很不好的啊 嗯 让师父 请您开始开始 他是什么问题 是他是哪方面做的不对 看图腾的呀 嗯 男的女的啦 女的 哦 就不要贪了就好了 嗯 哦 嗯 贪心呀 贪过头了呀 嗯 贪心哦 就是只是对人间的东西 他还是 就是他人间的 人间的 嗯 好的 好的 嗯 感恩师父 那我会提醒他的 嗯 然后再请问师父 就是 嗯 您说过财布施得财 那如果同修是想明星见性 想脱离六道 嗯 财布施可以做到 让人脱离六道 明星见性吗 是不是只能得福报呢 财布施的话 你福报是得的最多 但是呢 你财布施 不是人家学佛的 你不就是变成法布施的吗 对不对啊 啊 是这个概念 哦 明白了 就是他这个财 直接用在 不是别人学佛 做功德方面 直接也是可以帮助他 明星见性 超脱六道的 对 对 对 好 感恩师父 嗯 再请问师父一个问题是 有一位同修他的精神上有点问题 嗯 是有点麻烦 他梦见有一个王妃来看他 然后呃 就是说他们阿修罗道的人都能通灵 他就对那个王妃就对同修说 我能看得见你的脑子 你已经有点精神病了 同修说 我知道 我一直在修行 所以没有完全发作 王妃说 这个跟你家祖 祖上有关系 因为这个事情 你们家人去出了好几个精神 精神病啊 同修说 那是我妈那边的 还是我爸那边的 王妃说 是你妈妈那里的 你家祖上 有人 缺德杀人啊 第一次杀人 大家知道 第二次杀人 他不但不承认 还对天立了誓言 并毁了祖坟为证 所以你家后来出了 好多的精神病 现实生活中 这位同修 的确是有一些精神问题 以前是抑郁症 现在就是长期失眠 脑子不好使 而且他的爸爸那边 他爸爸爷爷 坟墓在河边 但有一次发大水之后 坟墓就找不着了 他的家 就是他爸爸那边 算上同修的话 有四个人精神不正常 同修 他妈妈的爷爷 以前大革命的时候 坟头也被人刨掉了 刨平了 就大父母都有这个祖上 这个坟的情况 请师父开始 他该怎么处理啊 这个就是祖上问题啊 祖上问题嘛 也是靠念小房子啊 靠念礼佛啊 不断的在忏悔当中啊 嗯 他想问 他是不是要去处理一下祖坟啊 就是两边父母亲呢 没用的 业障怎么处理啊 又不是处理祖坟了 处理他们 祖上做错的事情 祖上的杀业 你说靠怎么处理啊 哪怕猪头啊 念经啊 嗯 好的 就是还是给他自己的药金者 多念小房子 是吧 对 对 好的感恩师傅 师傅这种 大概要多少张啊 这种大概要多少张 这种 嗯 像这种要很多了 至少五百张 好的 感恩师傅 嗯 然后再请问师傅 同修意念中出现一句话很清晰 就是说燃烧多余的脂肪 有利于修行和今后的涅槃 嗯 师傅有时候看图腾 看到同修长胖了 您也会提醒他们 是不是长胖了 对我们修行不太好啊 从过去来讲 啊 这个千金难买老难受 受人不容易生病 胖可能可能容易生病 那么胖的第一个毛病就是 心血管系统 对不对啊 胖的人容易得身高吧 胖尿病 血压高 啊 高脂肪 高胆固醇 高血压 这个三高 跟胖的人有关系不啦 有关系 嗯 有关 好了 所以尽量不要太胖 太胖的话嘛 总是对自己心血管系统造成压力 胖的话呢 在人间有什么不好呢 第一 容易睡觉 啊 第二 好吃懒做 不肯动的人才会胖嘛 对不对啊 嗯 好了 就这个道理啊 哦 当然师傅 师傅 我们很多同修吃素之后都长胖了 有的胖十斤有的胖二十斤 嗯 这个胖 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胖并不是说明他懒了 他吃入量太多 因为吃素的人容易饿 所以他就不停地吃 而且呢 吃素不会对脾胃伤了很重 所以他不停地吃他很开心 明白了吗 嗯 哦 这个这个是不是跟心肝体胖也有关啊 师傅 对啊 如果这个人经常笑的人 你去看一个女的比较胖 她就是比较有喜剧化色彩 你看香港那个叫 那个斐斐啊 那个 对不对啊 你看女的一胖 她很容易讲笑话的 哈哈 这个胖也不行 那个太胖了 所以太胖的人气量大呀 这是也是好事情啊 因为他被人家讲惯了 他一直笑嘻嘻的 对不对啊 嗯 你说他胖 他就笑 你说他胖 他就自己自己讲自己 那么这样的话不是也蛮好的 习惯了 习惯了成自然了 他也不去计较了 这些东西 你看 嗯 你们看下你们瘦瘦的女孩子 人家一说 哎呦 你胖了 马上不开心了 你说他胖 他就更开心 哈哈 明白了吗 嗯 是的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傅 嗯 再请师傅一个问题是 同修 他最近在看中医针灸 针灸的时候 他觉得有一股气 从头顶这边顶上来 那天另外一个同修就梦到 这个做针灸的人身上飘出去一个透明的东西 啊 有一个像就像人身体那么大一个气团 哎呦 哎呦 看到了 对他 另外一个人做梦梦见呢 啊 那就灵性啊 灵性走了 灵性走了 啊 或者就是他自己魂魄不起啊 哦 因为他生了孩子之后腰不好一直做针灸 他看你做针灸的人飘出去是不是 对 别人做梦 看到他飘出去一个 气团 那叫他当心了 这个人身上有灵性了 做针灸的人身上有灵性了 嗯 特别当心了 我们澳大利亚也是 有一个人帮人家呃 医生啊 帮人家就是做什么东西 人家也是说他好像身上总是魂魄不起 最后他出事了嘛 那他就猥亵人家那种女孩子嘛 做做做那些针灸啊 做推拿的时候 嗯 哦 嗯 那师傅这个是跟针灸有关 还是他本来身上就有灵性 本来身上没灵性 跟做了针灸之后 动了坏念头 这种色灵就上来了 哦 这样 嗯 你动什么脑筋 他上什么灵啊 你想自杀了 那么那些冤鬼就来了 你想动摄像了 那么那些摄魔就来了 对不对啊 你想赌博了 那个赌绳就来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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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感谢师傅 嗯 好了 嗯 好的 谢谢师傅 嗯 接下来个问题是 师傅 有位同修 他跟他先生没有孩子的 他也不想要孩子 就想很清静的修行下去 但是他先生呢 想去领养一个亲戚的三岁女孩 呃 而且那个 就是那家人家 就他亲生父母是不信佛的 而且要求以后就算领养的话 必须要两个家庭一起照顾小孩长大 那同修就不太想领养 因为觉得那边也不信佛 很难按照自己的佛法教育去教育这个孩子 但是他先生就执意要去领养 同修就想问他该怎么化解这件事啊 嗯 你不要去跟他讲 对不对啊 如果叫我看图层 首先要怀疑 他执意要领养这个孩子 一起照顾 说不定这孩子是 啊 跟他先生有关系了 听得懂吧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啊 哈哈哈哈 听得懂了吧 啊 啊 啊 知道了 这个问题你不要去点穿他 你就说 啊 你就只能说了 你说最好不要领养 还是放在人家家里 因为到了最后领养回来之后 他都 他现在这个同修 一定会跟他老公闹翻掉的 嗯 因为他老公 已经 已经那烦了 好 跟你说 他先生把这个女孩子领回来之后 会对他百般恩爱 就像自己女儿一样 好像名正言顺的一样 而且嘛 对方的女的嘛 还要跟他 两个人我们一起照看的 照看了 他 他不在的时候 我们这个女的 又跑过来一起照看了 这种事情 哎呀 过去 你去看看历史上 没有啊 几千年的历史上 怎么会没有这种事情啊 就是你们 见多诗广啊 哈哈哈哈 听得懂了吗 嗯 听懂 嗯 听懂 而且 而且同修还梦见这个女孩 后来读书的时候 就做个梦啊 梦见她以后长大了 精神有问题了 肯定呢 她会知道一些情况的呀 肯定会有啊 如果是私生女的话 她精神上很会比较脆弱的 所以一般的私生女就是比较脆弱 很容易受到双方家庭的伤害呀 哦 这个复杂 当然了 很简单了 你就父母亲自己 你如果 你就是这个爸爸跟人家妈妈 如果有关系 你又不要伤害孩子啊 对不对啊 你现在裹出来了 你裹出来了 对对对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师父那同修他能怎么化解这件事啊 念经啊 装傻呀 啊 就跟他好好地念经啦 跟他说 领养嘛 不要领养啦 你经常去看就好了 只能这样啊 睁个眼 闭个眼 天天在边上一旦知道了 会会火大的 火大了之后 那就砸锅了 那就是犀利化了 清明矿了 啊 听得懂了吗 嗯 嗯嗯 听懂了 就是这样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嗯 感恩师父 我都能提问完了 好 再见再见 哦 师父再见 再见 喂 你好 喂 又跳掉了 喂 喂 听得见吗 哎 跳掉了 线不大好 线路不好 啊 线路繁忙 哎 好了 我现在呢 抓紧每一分时间 只要有时间 我就跟你们说 啊 怎么样啊 来一句两句的 那个心灵法门的 那个白话佛法 啊 进来了 我就不讲了 喂 你好 喂 师父 你好 嗯 嗯 嗯 师父啊 感恩师父感恩关心 不是啊 持背机怎么打通 师父电话 嗯 师父请啊 嗯 师父啊 嗯 今天有几个问题 嗯 想请教师父 第一个是 上周日18号 我太太打通 师父电话呀 师父帮一个老妈妈 嗯 讲过她过世的女儿的问题 嗯 师父持背开始 老妈妈的女儿 已经投胎了 可以今年49大小房子 然后师父说 非让她女儿 给她偷个梦 当时呢 师父说 如果要梦见这个孩子呢 给她很亲 就是说她女儿投胎了 到时候呢 如果梦见了 给师父反馈一下 然后这个老妈妈呢 也非常的感恩师父 她按照师父的开始去做了 取了49张小房子 结果每年两天 就梦见了一个孩子 跟她很亲 怕她乱哭 她感恩 她非常感动 她说心理法门太灵了 师父说的真实不虚 我们赶紧给师父混沸一下 她刚进来两天 都已经托梦给她了 你看了吗 师父跟你说 实际上我嘴巴里说的时候 实际上我就等于 已经把这个信息 已经传达下去了 他们会安排 听不懂啊 下面就会安排 我这个人就是心太软 但是呢 大家的弟子也不要太过分 对不对啊 一般的不过分 师父都会原谅他的 做事情太过分了 又不好好的忏悔 那就很难原谅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师父 你就是我们的父亲 一样这么爱我们 师父啊 这个老妈妈 现在呢 他因为他是 特别牵挂他那个女儿嘛 现在已经放下了 他呢 想为师父发心 做念五百张自成小房子 他想问师父 他能不能念 给您念 我的意思呢 随缘吧 不要念那么多吧 自己好好的 把自己的功课 做掉就好了 五百张小房子 他自己好好的 留个四百五十张 给师父念个五十张 也够了 好吧 好的 我听录音 感人师父 师父还有一个就是 昨天地址不是打同师父图灯电话吗 帮一个过世的王人看图腾 师父说这个人长的脸型特别瘦长 在阿修罗道很朴实 穿着很朴实的工作服 然后呢 我们就问那个 看过图腾之后 我们就问了那个 这个 这个统修 他说他父亲去世的时候 已经八十八岁了 走的时候的确很瘦 并且 穿着就是铁道工作服 很朴实的 并且师父大师说他父亲可能改过名字 我们不知情 然后同修说 问他母亲说的确改过 是他在二十岁以前改过的 已经几十年了 看见了 师父看出来 你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早就跟你讲 我们不知道 我有时候在电台里跟人家讲 人家说没有 不知道 他根本不知道 你查一查 就知道 对不对 是的 他女儿本人也不知道 因为他父亲是二十岁以前改的名字 已经五六十年了 已经能记住 师父不会看错的 你放心好了 对 师父是真的不会看错的 非常理念 师父 接下来请师父帮 开始几个问题 关于活台的 有位同修呢 在学习心理化 我们之前 家里共上了活台 并且还中了观世音笔上 然后呢 同时他做了两顿塑像 一尊是代表自己的女儿 另一尊是代表自己的儿子 并且上年都写上孩子的名字 一起 跟观世音笔上在一起 共着 已经共了多年 他当时不懂 他想为孩子治病 现在共上去了 现在学习心理化 他现在想把它测下来 不知道怎么做 师父开始一下 没关系的 就念几张小房子 就请下来就可以了 好 他现在这种情况 需要念多少张呢 他现在啊 他现在这种情况 再念个49张就好了 好的 好的 我把师父上听录音 感恩师父 是可以开始 还有一个关于活台的问题 就是师父在来信解答里面说 就是我们供奉的 佛像下面塞的有经文呢 现在我们通修里面 有很多通修 他们请的活台都是 比如供的阿弥陀佛 观神仪佛像 还有地藏王佛像 都是从庙里请过来的 请来的 结果呢 你来装的都有经文 有的是大杯 都有心经 已经供了多年 现在呢 他也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不处或不好的地方 请师父开始一下 像这种 已经塞了经文的 佛像 需不需要把它打开 把那个经文取出来 或者是继续供奉 怎么做 如果没什么感觉 就可以供奉 如果有家里发生不好的事情 那赶快取出来 嗯 好吗 取出来他应该怎么做呢 怎么念经呢 包包好了 包包好处理掉了 嗯 那念经应该怎么念 需要念777吗 就去777啊 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慈悲开释 师父 另外一个同修 也是关于佛台的 这个同修呢 很发心 他用那个金丝楠木啊 丢了东方台的观星菩萨像 还有南京菩萨 观地菩萨 周昌菩萨 观星菩萨 这几位太岁菩萨 这几位菩萨 但是他现在 也在按我们仪式做了 把菩萨都请上去了 现在每天上天的时候呢 他只要一靠近佛台 一靠近菩萨 他额头和太阳穴都发照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想请师父开始一下 这是怎么 怎么一回事 这个 有护法神 有护法神在是吧 额头一胀 护法神到了 因为我跟他讲 我也说 也可能是菩萨 过来加持门 痛了 因为他刚说了 他有点胀 就发胀 胀痛的那种感觉 没有痛就好了 胀没关系 他一直 教你一个方法 他胀的话 就他手啊 手啊 从这个两枚中间往上 然后先往左边 再往右边 就这么 搓两下就好了 好的好的 因为有时候 护法神来的时候 能量太大 是不是经常 上香的时候 护法神来了 这种热风啊 你这个整个身体都热 尤其是额头这里 热得很厉害 师傅就从 眉心这里上来 用自己的宗旨 眉心上来之后 先往左边 然后再往右边 这么联系 搓个五六下 好了 马上就散掉了 没事了 好的好的 感谢师傅吃飞开始 太好了 师傅 还有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在 动化性同修的时候 有些同修是 刚刚接触 我把也没开始念经 或者是刚刚开始 念经没多久 然后呢 我们帮他 接连 菩萨挂罪 那有时候 会感觉到头晕 让他们自己呢 也会感到心里 心在疑惑 那请问师傅 对于这种 还没有开始念经 自己 身上业章 比较重的 或统修呢 之后的 是不是 似乎开放的 他们带上去 他们带上去 无法承受呢 是啊 不念经的话 当然了 身上不念经的人 又吃荤的 身上脏得不得了 你想想看 普少不会去乎 把人要惩罚 就这么简单 那像他这种 已经带上 不太花费的 这种同修 那应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 劝他念经 劝他修心 劝他吃长素 或者吃短素 花素都可以 如果他不行 那么叫他拿下来 否则不能头痛的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感恩师傅 慈悲开设 师傅 今天来请师傅 解几个梦 第一个是 第一个请师傅 就是有同修梦见 他说 梦中有人对他说 你看病 需要花三万多元吧 然后同修梦见 看到一个设置 是3040 他想问一下 这个3040 代表多少张小房子 就是 就是3040张 就是3040张是吧 一定要的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慈悲开设 下一个问题是 有同修梦最近复刻不好 他今天早上梦见 参加一个葬礼 棺材里放着一个 是他远房的亲戚 已经过世二十多年了 当年的这位亲戚 是因为难产死的 同修梦里 自觉复刻不好 跟这位远房的亲戚有关系 就在梦中 许愿21张小房子给他 然后后面听着有人 说话 这位官材很贵重 需要一万元 同修想问 是不是21张小房子不够 这一万元 大概是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再给他念一百张 差不多了 一百张是吧 好的 感恩师傅 慈悲开示 下一个 同修梦见 自己骑着一匹马 往前走 不知为何 在梦中迷了路 他梦醒之后 有点困惑 是不是菩萨提醒 他在修行上有偏差 具体是哪怕些方面 他想请师父准备开始一下 起码迈不知道 精进的方向 错了 比方说他 每天度人 不好好念经 那么这个就是偏差了 有些人 拼命的念经 从来不度人 那么就是 也偏差了 他做风华 非常的精进的 他写了很多的文章 非常正明朗的 说明他的行为上不行 嘴巴慢慢会讲 写文章写得好 但是在实际生活上 行为上没有 如理如法 一定有问题 自修需要加强 是吧 对啊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有些同修 就是啊 理论上 基础上很好啊 对不对啊 我们东方电台 现在海外来的同修啊 还有我们本身啊 都有几位都是 很会讲的 也很会写的 写得很好 理解能力很高 对心灵法门 这种理解程度 已经不是一般人的 所能理解的 但是自己做的怎么样呢 听得懂吗 明白 这是卫生口罩 嘴上一套 嗯 嗯 嗯 是否感觉 是否才会开始 是否下一个问题 有一位 年轻的同修 他非常的善良 同时修的也挺不错的 最近呢 同修 有同修梦见 他要走了 嗯 并且呢 还告诉他是去圆角岛 这位年轻同修 有点紧张 他明年刚好是29岁的官 他想问一下 这个梦是不是 他明天有关 他是不是需要赶紧 从一般愿度人 就不错了 他不是有关 他是修的真的很好 嗯 修的很好 他可能下来 叫他下来度人 救人的 但是他不好好修 不好好度 但是他现在至少 能够保证他回圆角岛 果位还能保住是吧 就保住啊 所以他29岁走的话 他还能保住果位 如果他这么现代下去嘛 完了 圆角岛也没了 像这辈子就完了 他肯定至少 从圆角岛下来的 因为我告诉你了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这个这种是天际的 比方说你是菩萨下来的 你到了 你已经要看 要脱离菩萨就到了 就是说你已经修的 不像菩萨了 在人间 没有好好度人 这时候 一般的都会 菩萨会 就是下 下指啊 下圣指啊 就是把你 拉回原来的地方 就是还是回去 做你的菩萨 那么比方说 你是生文道的 那会在生文道上 你已经脱离 已经要马上 要不像生文道的 回不去的时之前 他们会脱梦给你 把你要说 你要带你带回去 因为带回去 你还能回到 原来的果位 如果继续这样的话 他们菩萨都救不了你 以后跟你联系 托梦都没办法 托给你的 因为你只有 归地府管了 因为你 很多人 因为很多人 做官的 就是这样 他也是天上下来的 但是他迷失方向了 吃喝玩乐 然后到最后 抓进去 根本不是天上管的 完全是地府管的 完全是地府管的 明白了吗 那太可惜了 明白 所以菩萨会提醒我们 所以像他这种 他要做好良出准备 要么他早点走 早点走 他回去 一定有原果位 他如果要在这里 他绝对不能迷失方向 要拼命的静静 一天都能卸战 只要 在眼上人间的 一天的习气 他goodbye了 这辈子过得白了 白修了 他可能修了十几世 都说不定了 是的 像他这么情况 是不是要花大愿 许大愿 比如说度人 要将自己 进行军事 就用于弧法度人 对啊 对啊 我告诉你 不管碰到什么情况 又要 尽尽努力 学佛度人 好了 如理如法 好了 这个小女孩 而是在感情上 有这一关 菩萨 价持过多次 师父你也把它摸紧 价持过 现在稍微好一些了 好了 完了 我告诉你 有些是菩萨下来的 只要一做人间那种乱世的话 就完了 菩萨都不能 他没有 菩萨都不能看他 听得懂吗 想象一下吧 你们自己想象一下吧 你们就知道 那像什么样子 你说说一个菩萨 做的那种样子呢 你说说看 你还能做菩萨吧 你想象一下 做那种事情的时候 那种样子 就像个动物 像个畜生 还要怎么讲 菩萨在天上 还会忍心看他吗 你告诉我 好了 我讲到这里 你们应该明白了 好了 明白了 师父 把师父慈悲开始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共性的问题 就是现在很多女同修啊 都有公团的 他们都想念经 通过念经算过 他想问一下 师父应该怎样念经 还有师父应该怎样的保养呢 什么公团啊 我听不懂公团是吧 就是妇科 公团 哦 公团 哦 对 妇科 哦 是这样 他们想知道应该怎样念经算解 和平时应该怎样保养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真的有这个讲法的 首先呢 过去呢 古时候的女子啊 最好不要去做石头板凳 铁的板凳 要做木头的 要么做软的 要保护好自己的下腹部的话 你要保暖 你坐着椅子不能坐冷冰冰的 坐冷冰冰对你自己的妇科就不好 听到懂吗 跟肚子跟肠胃一样 你一凉的话 人整个就不行了 明白了吗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要记住了 血脉调节的不好 就容易得公寒 明白吗 就像你的脚 你脚很寒的话 很冷的话 对不对啊 经常抽筋 脚底发凉 你是不是血脉到不了这个胃啊 是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山区里边 如果那个地方很穷 那肯定是 没有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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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上的支持 就到不了那个边缘地区 就是这个道理 道理是一样的 对不对啊 好了 对吧 像我们澳大利亚 很多边缘地区 山的附近坐在几户人家 那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啊 政府想救济他们都没有办法 因为飞机开进去都要几个小时 谁谁谁去啊 谁谁去啊 但是他们他们那些土著人就是生活在那里的呀 没办法 明白吗 好了 好了 师傅 那他们现在念经的话需要家可能是大杯豆吗 大杯豆 大杯豆 而且平时坐坐在垫子下面一定要有垫子 好的好的 好 感恩师傅思维开始 师傅 还有一个是就是 一位同学的老妈 一位同学的妈妈 老鱼血昏迷 已经十三天未经 同学呢 为他妈妈学来大院 第一个呢 是放生一万条鱼 然后坚持每天放生 第二个呢 就是将自己学佛两年的功德给妈妈 第三个呢 就是发书 发书度人一百人 广度有缘重生 第四个呢 就是一年半 跟妈妈念诵 五百张小房子 病好之后 再送五百张给妈妈的一位公子 他想请问一下师傅 这样的愿力和功德 能否救其他妈妈 应该行吧 应该行的 应该可以的 可以的 那他自己平时还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平时就是要有不断有慈悲心生出 要有善缘生出 要懂得怎么样来救度众生的心最重要 所以愿力就是救度众生的心 明白吗 明白师傅 答案师傅慈悲开设 师傅 您很辛苦 今天呢 我们也听说了相关法会的事情 我们会听说师傅和心理事处的安排 还有宫法会的安排 以国家利益为重 以心理法门利益为重 正确正向的处理好 出去好酒店的事情 也请广大 所有能够体调和调解 密时处和 我已经求观 相信菩萨了 会给大家从其他方面 以后会给大家补偿的 你们相信这个法门不是我的 师傅跟你们一样 只是一个弘法人 明白了吗 菩萨一定会保佑你们 嗯 我知道 您在慈悲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个通知的时候 我们心里会流泪 也感觉要失败不容易 因为大家会说很多 这个说明国家还是对我们很关心 明白了吗 对的 否则国家 否则国家什么事情都跟我们有沟通的嘛 所以希望我们 所以我们要也要遵纪守法 也要体谅国家的困境 有时候国家有什么需求 我们也应该尽量配合 对不对呀 是的 心理法门爱国爱家 遵纪守法 政府不许 我们一定会请真施教的 说榜样嘛 对呀 嗯 对的 师傅 好 我们一定会 对金融科法部 助援一带一路 同法解答会的圆满成功 好 也感恩师傅和米子处的各位师兄的心思付出 好 感恩各位师兄的助援 感恩大家 好 感恩师傅 今天我们就 任何报告结束师傅 感恩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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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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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 你好 哎呦 最后一个 啊 师傅 那太好了 师傅 最后一个 赶快 啊 你谢谢师傅 那个 感恩师傅 嗯 我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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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师傅 这种事 关于妙法 美名羊 葡萄慈悲 家头祥 佛子 齐心 俊心 增大 磨散 红葡萌 感恩大 大为观世音菩萨 嗯 师傅 今天早上 我梦到您了 嗯 您说 今天为我分享啥呀 我给您准备好了充分的时间 嗯 现在时间不充分 哈哈 我们吃 我们两点半要吃饭了 嗯 是是是 我马上就读完 哦 师傅 我就读一个 那个 好 我 那个 我接到一个 呃 开始特别好 我感觉上是 台长法神的开始 请师父辞为验证 嗯 真正的开悟是需要有智慧的解决问题 人只要有了智慧就可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法师为什么比你们有智慧 因为人家好学呀 人家除了心经念的多以外 还要看和听很多的佛法开示 你们其实很幸福了 师父带你们其实就像孩子一样 这是人间的形容 用菩萨界来形容的话 就是师父看你们都是大大小小的菩萨 你们现在修心中最缺少的就是智慧 师父天天给你们讲 讲什么 讲的就是智慧呀 师父把白话佛法翻译过来为了什么 是为了让你们绝大部分可以听懂 否则没有这样一位老师指导你们 你们怎么修 给你们一本厚厚的大藏经 你们去看了去想了看都看不懂的 所以佛学既是心学 学佛就是救心 今天你们谁在家里出事情了 苦不苦难不难 这时候求谁呀求菩萨呀 真正的佛法是心法 是可以改变你的内心的 否则东学学心学学 各种方法都会一点点 最后什么都没有会 什么都没有学成 师父要你们懂道理 明白因果轮回的意义 有些人经历了很多 走过来了 所有的苦都尝过了 也懂得放下了 这个时候才会好好修 好好学吧 不容易的 以为简简单单的混日子 一天复一天的过 觉得自己好像很充实 实际上你的时间都让你浪费了 自己看看自己几岁了 还是十九吗 还会活得长久吗 自己看一看时间不等人呢 过了就过了 没了就没了呀 一场法会师父能度多少人 师父是为自己吗 师父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亲近菩萨 法会期间菩萨多得数不过来呀 你们有多大能量 能请来这么多的菩萨 不就是靠法会上菩萨的慈悲加持吗 师父真的希望那些老妈妈们 师父很爱你们的 师父知道你们可能参加了一次法会 就少了一次 师父希望你们一定要坚强 坚定 坚持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一定要多去台场法会的 可能某个节就会在你来参加法会的各种当中 神奇消失 师父爱你们呢 师父心里每天都是众生众生众生 师父希望你们都能够成长起来 为师父度人 为观世音菩萨的弘法事业做千手千眼 师父很爱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正信长存 加大力度多念心经 多开社会 天气好了 多放放声 师父会加速你们这些孩子的 好了 师父累了 师父回去了 谢谢师父 没了 太精彩了 师父 很精彩啊 就是被你这个不标准的普通话意念 打折打掉15% 师父这个态度太精彩了 当我们节目来这之后 您说您的法人还不休息 还开市 真的太慈悲了 开给你 我老开给你啊 我也不知道 是哪是修了这么大的福气 老是能够接受到师父的慈悲加持 好了 不能讲很多了 好了 只能问一两个问题 没了是吧 好了 好了 好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 师父 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同学的 就是前天节目中 就是我问了 那个同学他的丈夫 得癌症 然后不幸福 孩子说许愿为他爸爸寿命 那个 然后现在同学面经 孩子现在有自他想象 同学想知道 现在应该以哪种 小房子为主 他现在右面跟丈夫化解冤结的 因为丈夫现在想这么离婚 他右面流产孩子的 然后现在他自己的孩子 又有自杀倾向 然后右面要拥惹的 现在非常痛苦 我不知道怎么办 请师父救救他 这个就是平时不努力 老大涂上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平时为什么不抓紧时间 多念经啊 等到现在家里出了这么多事了 你一个嘴念得过来的 这个就是啊 所以叫你们 为什么师父着急 叫你们不要浪费时间呢 你现在叫他 什么都停掉 先念自己的女儿吧 不要自杀就好了 听不懂啊 集中就意了 没办法了 好了 好 行 见师父 多念福 再见 每天念五遍礼佛 叫他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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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安关心 拜拜 拜拜 好 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结束了 那么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